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的艺术教育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比如说观念如何教育 因为现在各大博物馆 美术馆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如何收藏观念艺术 如何收藏多媒体的艺术 当然也收藏 因为所有电子艺术都是程序而已 它已经失去了物理唯一的物理特性 因为艺术品能够收藏能够交易能够炒作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唯一的物理性存在 但整个新的艺术 整个互联网其他以后的艺术真的虚拟化 这样有类似比特那样炒作的艺术出现 比特艺术它存在这个概念 那么这对于艺术家对艺术教育对艺术受藏都是重大的挑战 这产生刚刚开始 这产生不仅是对中国 对西方也是个挑战 人类正在面临全面的挑战 我们进入智能时代 智能时代 我们进入智能时代 智能时代 很多传统的经典要变得很可笑 我的朋友都已经说 现在画画有什么用的 我照个照片 然后我可以给他一个水彩处理 他变成水彩画 我可以给他一个油画处理 他变成油画 昨天我跟朋友在一起 一个著名的老画家 狂热的喜欢用了一个 iPad画画 他说太方便了 你看我画一点什么效果 一点什么效果 一点什么效果 一点上颜色 我让他油画的油画效果 我让他睡在了效果 反正搞个形高级比 高级高级高级 这样画出来了 多精彩的 老画家也上瘾了 他说太方便了 就一个小巧的 iPad 4 iPad 5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这件为止 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还是没有用任何绘画版来画画 但是我知道现在年轻人 他们就是用习惯法 他们各种效果 不是我们所以为的 有某种技术在里面 我们画所谓的 罗莫拉效果 那样罗莫拉画法 要照染 要有深度 现在要么现在 一个程序给他给一下 出来这个效果 再一个印刷出来 我现在写也很容易 那个先把照片放在底图 然后在上面填颜色就OK了 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他现在正在经历一系列创作 就把那个历史上拿过来 背后一上风景 搞乱搞 我的创作进了出来 草突出来 那么画画就成为一种 过期的炫耀 就像今天智能时代 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 都受到挑战了 一个老的历史学家告诉我 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方法 没有用 为什么 是因为在以前 一个历史学家 他最重要的工作 是带图主管 高手穷金翻阅资料 然后把他们翻阅到的材料 抄成卡片 所以一个历史学家 一个学者的学问 最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体现在他家里的卡片库 全部分为别的摆好 我做这个研究 把那卡片库给打开 里面的卡片 里面有书目什么的 今天 今天电脑 那个文献已经电子化了 最重要的不是卡片 最重要是电子检索 关键是一进去就出来了 这些老的研究 老的这个卡片 它有用 没有用了 对不对 整个档案材料 越来越电子化以后 材料获得越来越方便了 你现在看一个观点 你不用找本书 看几天了 一搜搜搜搜 那一页出来 然后你就把那一页 就OK了 所以我们在传播学院讨论到互联网实际的知识传播的时候 我们总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信息碎片化 快速阅读 每天一大堆信息 不管拉几不拉几 一大堆各种各样的 长长短短的 看完就扔 看完就扔 每天更换信息 如果你 不更换你的信息 你的手机很快就爆炸 信息爆炸 信息碎片化 阅读碎片化 信息训练化 等等等等 但是我说记住 这只是一方面 这只是一个表象 因为 互联网的知识 获取的重要概念是什么 是链接 于是就出现另外一类人 他们刚好相反 这种可怕的专业 只要我愿意 我待在电脑里边 我通过链接 可以获得很多 专业知识 以至于我们现在在大学上课 我们有挑战 当我们讲某个事实的时候 底下的学生在电脑上看 杨老师说的不对 这个电脑上说的是这个这个 你怎么记得过电脑 你在上面讲到 底下在检索 这叫做什么 叫做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的知识 呈现是两个极端 知识的碎片化 和快速越多 以及通过链接 达到无穷的专业 级别 可怕的专业级别 两个对应 有的人他就不喜欢看信息 他每天就在家里面 链接 他可以把某个领域搞得 吃筋 到底吃筋 还上什么课呢 整个知识 已经 环境 已经变化得很快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解锁出所有东西 所以今天 一定要记住这个知识的两个呈现 一个是碎片化 一个是链接 达到的专业纹 他们都通过电脑来实现 通过大数据实现 这被我们这些传统的学者就面临巨大挑战 拉回最初的那个问题 就以前 就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以前的考美术的学生 就是自从扩招以后 其实大部分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因为 考不到 那个成绩 那个文科的成绩 考不到 那个 其他的大学 所以呢 这个艺术 它的录取的分数 相对的低嘛 那所以呢 就 转到这个艺术上来 但是呢 像 早一点的时候 国外很多中国的学生 也是这样的状况 都是可能出来读书 那个书 英文啊 各方面可能读得不大好 那 没办法了 可能他也要想考名校 但又考不到 那只能够 转去读艺术 这样的路 以前还行得通 但现在呢 慢慢慢慢的就 现在是 都都转向了 现在都是反而是 成绩很好的学生 他就喜欢艺术 家长拿他没辙 现在的家长 也不像以前了 以前的家长 就是强迫孩子说 读艺术 你这个没出路的 你不要 一定要读其他的上科 什么的 那现在的家长 都相对自由一些 就可以让孩子 自己选择嘛 那孩子当然是 喜欢艺术嘛 那很好的成绩 他也读艺术 那变成以后 就就两级就分化了 出来这个国外考的这些 呃 亚裔的学生 可能是越来越优秀的 但是国内会不会就停滞 还是那种状况 还是就是说 岔生才读艺术的 哈哈 肯定还是有差距吧 首先我要认为这是好事啊 你像华人出来留学 不就是学医生啊 会计业 律师 对 要技师 就能找到工作了 嗯 那么现在最要有华人学生 喜欢艺术了 那么凡是这样的孩子成绩好 而又喜欢艺术了 一定是家庭调整好 经济 对 对 这说明艺术需要政治基础 嗯 那么穷人家的孩子要聘搏 要谋生 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融合谋生 融合谋生就一定读实际的专业 嗯 而能够 现在中国把孩子冲出去 他们一定有相当的经济能力 或者一定的经济能力 当然他们可能也按照自己的愿望 向他们出去学实用学科 那学生 他自己的兴趣 毕竟跟一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体 叫情感状态 一个人不能够变成实用机器 每天对着枯燥的实用的程序 是吧 那么他一定要表达情感 那么实际上艺术是很正常 本来这是一个好事 那么国内 其实我觉得也有这种变化 嗯 真的有人就是要搞艺术搞文学 但是呢 有的属于成绩不好 只好学这个 当然这个风气大了以后 反正成绩好人都不愿意学这个 因为他成绩不好嘛 对啊 反正清华里面有些学生 很多有那个厉害的学生 我跟理工科的方案要学艺术 因为他需要情感表达嘛 所以这里面反映了经济状况的变化 本来一个社会 有些孩子 他认爱情感表达 认爱艺术是个好事 说没有经济的发展 他们的经济条件好 为什么 贫穷的国度 贫穷的家庭 出大艺术家不是没可能的 但是呢 可能这个第一个特别是设计上这个 就是因为生活的原因 而艺术的确实在没有生活压力的情况下 才能够学的最好 英国王室都是学艺术师 对吧 我知道 威廉王子学的就是美术师 王菲也是学的美术师 他们有条件 他们是正在修养的 一般人要学发展学 要去学艺 等等等等 那么中国 目前总体状况 成绩好的人 当然还是学理工科 因为中国现在就是技术占上的 这也是个全世界的状况 不是中国 那中国目前还是个状况 那么 我只能说 好像成绩不太好 可以躲到艺术里面混的这种现象 肯定有 而且还很广泛 能不能够有所医治 看发展 希望有所医治 那是如何才能够断绝 我看不出 这跟整个教育环境和结构有密切 还跟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密切 一个人以谋生为主要方向 还是一个人以情感表达为主要方向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当然一些天才或者一些很厉害的人 他们要坚持这个理想人生 忍受生活中的某种贫困 这种人很厉害 我很佩服这样 但是他也有限度 是吧 他也有限度 那国内如果也有这样的一种方向的话 那会不会比如像央美国美这些最顶级的美院 他自己以后会拉抬他的分数线 把分数线拉高 那就变成了成为了一个门槛 就不像现在这么低 目前还看不出可能性 看不出 包括压美国美 他都无法跟比如跟我们中三大学相比 这个考试好的学霸都考的是中华大学 北大清华 不但中大 是吧 那么美术里边当然也很花花花的很好 努力去搞清华美院 中央美院 中国美院 广州美院 但是 在综合成绩考试上 肯定还是中华大学更厉害吧 目前考试好像还看不出改变的可能 你央美也好 国美也好 他们要把分数提高也不太容易 你即使清华美院 他也是专科造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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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